8月3日上午10時 中國江西省安復縣一所幼稚園內 發生隨機斬人命案 造成三死六傷的悲劇 事發地點附近的商戶表示 歹徒手段極為殘忍 跑上幼稚園後隨機抓住幼童就連童三刀 殘酷惡幸令人發指 四十八歲的罪犯嫌疑人劉曉輝 行空後潛逃到萬安縣 兆口鄉附近的山區 4日凌晨 當局清在附近的高速公路 將他拘捕 目前犯案動機不明 事件在當地引發極大的社會反響 福安縣教育局當日發布緊急通知 要求所有學校立即停課 這件事再度引發人們 對大陸幼稚園安全的擔憂 上個月 山東煙台一個幼稚園 被爆出為幼童提供變質生追的食物 並且附上令人震驚的食物照片 之後事件迅速發酵 沒想到當局反而對憤怒的家長進行維穩 去年4月 廣西在三天之內 就發生了兩宗池刀斬人事件 而且襲擊的都是幼童 其中玉林北樓市的斬人事件中 多達16名幼童受傷 9名兒童死亡 不少網友表示 中國這個社會到底怎樣 是什麼原因令到這些人 對無辜的小孩落狠手 即使我國要把富人殺光 來維護窮人的利益 導致整個社會的貧窮 也導致人心的敗壞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我們下一次 Moyside 也不用建議 致興 人 要 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